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好 我是老王 其天大师孙悟空 只是无成恩笔下的西游记人物 是完全虚构的人物 为什么还会有人拜他 这样也能成审 相信大家一定很常听到这句话 可是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反驳 只能回应说这就是信仰自由 或者是笑笑地敷衍回应 甚至也有人拥有相同的疑问 但同时却也怀疑自己 到底孙悟空是不是真实人物 不用怀疑 也不用担心不知道怎么回应了 老王要告诉你真的有其天大师 而且也有孙悟空的存在 只是他不是从石头蹦出来的 他的故事是你绝对想象不到的精彩 看完今天的神明揭秘 你就能知道所有关于 其天大师孙悟空的真实事迹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要先说一者灵异故事 另外要跟大家说 今天是小显王14岁生日 赶快去我的IG和他说声 生日快乐哦 今天的故事来自灵异公社 接下来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30年前在南部的乡下地方 当年那条路上只有我一个小孩子 所以左邻右舍们都对我非常的照顾与疼爱 还记得入口进来是一所幼稚园 隔一条街 第一间是早餐店 第二间是杂货店 第三间是计程车司机 第十间是面摊 他只卖中午 阳春面超级好吃 而我住在第五间外婆家 隔壁第六间则是卖蜜件的夫妻 传统的牌楼 我们这一排房子正对面是整片的香蕉圆 有一晚我在二楼睡觉 有一个声音把我叫醒 我一脸轻松的睡眼迷迷糊糊的爬起来 原来是隔壁卖蜜件的阿姨 我就用手揉揉眼睛 然后问阿姨说 阿姨这怎么了 阿姨就说 没事啊 不好意思啊 把你叫起来 我要走了 我就回答 阿姨你要去哪里 阿姨就说 我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然后你要好好长大 乖乖听阿嬷的话 知道吗 我看到阿姨的下半身 我就接着问 阿姨 你的脚怎么不见了 阿姨就接着说 没事啊 你以后长大就知道了 你赶快睡吧 于是我就倒下 继续睡了 隔天了 我马上就把昨天半夜 阿姨来找我的事情 跟阿嬷说 阿嬷听完以后 没有多说什么 她只说 阿姨她去很远的地方了 那时候还很小 什么都不懂 但是这一段画面跟故事 我始终没有忘记过 阿姨的确那时候 因为车祸离世了 没有记错 那一天是头七 我还记得阿姨真的很疼爱我 那里的每一位长辈 对我真的非常的照顾 有时候我还会特别回乡 拜访左灵右舍 那段时间里 也是我童年最开心的一段日子 我也是从那时候才知道 原来我做梦 能梦到神尊或者是灵体 时间过了很久 大概几年前的某一天晚上吧 我睡着以后 就梦到我躺在床上 我老板齐天大圣来了 他一样身着战甲 只是他没有带他的棍子出现 他一出现在我面前 就像提东西一样抓住我的后衣领 把我拉着就飞起来了 一个瞬间就到了 我心里满满觉得 大圣爷 您开外挂是吧 我眼前出现一尊很大尊的神像 目测有半层楼高 神像是盘坐着的 大圣爷悠悠哉哉的侧靠着神像 旁边翘脚 看起来真的非常悠哉 而且随性 接着他一手先是比着神像 接着比向我 后来我脑海中出现一个声音说 他在找你 之后就开始吃他的香蕉了 我心想 是谁找我 然后我就定眼端详神尊 没有说半句话 我心里第一个念头 旋天上帝吗 这时候神尊笑了笑 我就醒过来了 我醒过来以后 自己坐着继续思索半天 我还是没有半点头绪 我就打电话 请教一位习生的朋友 他的老板是太子爷 叙述完以后 我亲身朋友就说 太子爷说 大圣爷要你回境内的上帝爷庙回礼 我才明白所有的意思 因为我有经营一间店面 大圣爷之前有请境内的神明帮忙 但是我始终没有实际回到境内里面去回礼打招呼 因为我搞错分区了 这附近有一间大庙 我一直以为管区是属于大庙那一间的 当初做生意 我也是去大庙那边打招呼 结果是另一间的管区 隔了一天 我专程前往那间上帝爷庙 我为了求证 我没有准备贡品 想说先询问一下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 抵达以后 我就点一下要开始拜的时候 庙公子走过来说 年轻人 你要请示上帝公了 我说对啊 怎么了 庙公子接着说 你要问清楚 这边有五个上帝公 好 我了解了 谢谢 我才知道 原来这间庙有五个上帝公 接着我就开始问话 当晚那场梦 确实是上帝爷来找我的话 请示地址三个醒杯鉴定 请问是二上帝公吗 没有杯 请问是三上帝公吗 没有杯 请问是四上帝公吗 没有杯 请问是五上帝公吗 没有杯 那请问是大上帝公吗 连续17个醒杯 这概率 虽然每次拌杯都是三分之一 但连续17个 这真的很不可思议 接着我就继续询问 请问是大声爷要我回敬您的意思吗 出现了三个醒杯 接着我就开始问 那是不是需要准备哪些东西 我就一一的讲出来 是要精子吗 还是要水果 还是要鲜花 还是要巧克力 全部都是小杯 怎么会这样 忽然我脑海闪过 啊 我明白意思了 于是我就问 是不是要准备什么都可以 看我自己心意就好 又出现了三个醒杯 后来我起身要回去的时候 妙公就跑过来问我 哦 年轻人 你是问什么肃情啊 怎么有办法那么多醒杯 我就笑笑的说这个全部的事情 妙公也觉得很有趣 事后 我又找了时间 把自己的心意补足 我老板大声爷其实不常来 也不常帮忙我 只是有必要的时刻 或者时机到的时候 以及我迷惘无助的时候 他才会来给我指引指示 他就是这么随性 洒脱很有个性 关于神像啊 很多人都会追求多贵的木头 多有名的匠师 甚至多大尊的神像 因为我的店面呢 是不能请神尊路火安坐的 但是大圣爷要我直接拍他的正面照 洗照片出来供奉 放在人跨不过去的地方 其他繁琐细节省略就可以了 当然我还是有准备相还跟茶 或许这也跟他随心所欲的个性有关吧 就像他们告诉我的 心里有他们的存在 他们就在 神从来不会跟你要多少东西 多少钱 哪怕你今天经济困难 没有办法天上香有钱 他们也不会怪罪你 哪怕你今天只给一颗苹果 他们也会开心的享用 心存善念 路过没有上香没有关系 作恶多端 前程烧香也没用的 接下来是神明揭秘 齐天大圣孙悟空 究竟从何而来真的不是虚构人物吗 是不是虚构人物 让我们简单说一下小说西游记 孙悟空出生于花果山 有一块吸收天地灵气 日月精华的零食孕育而成的石猴子 这只石猴子出生就有神力 因此一堆猴子猴孙都认他当老大 但是某一天猴子猴孙死掉了 因此他意识到生命无常 于是他开启了寻仙问道之路 并在出海以后 从菩提老鼠那边花了20年的时间 学会七十二变 因为一只猴子能够静下来去学这些法术 就是一场蜕变也是一场悟 因此菩提老祖就帮他取名为悟空 姓氏就是孙 为什么要叫孙呢 因为胡孙 之后孙悟空先闯龙宫 取得能自由变化大小的如意金箍棒 后闯地府 把炎罗王的生死部除籍 让自己变成永兽 最后玉王大帝知道有这只猴子出现 就招安他 让孙悟空成为必马温 可是悟空却被人笑说 必马温意思就是避免马得瘟疫 马要怎么样不会得瘟疫 就是要母猴子在马的饲料里面尿尿 所以你孙悟空就是只母猴子 后来孙悟空一气之下大闹天宫 跟十万天兵天将大打一场 甚至还把聚灵神及罗诈三太子打伤 最后被如来佛祖镇压在五行山 也就是五指山下 封印五百年后 被南海观世音点化 保护唐山上法师前往西天取经 协同猪八戒沙悟境和白龙马 艰辛克难的降妖符魔 旅途中孙悟空旅用武艺和智慧 拯救未妖怪所结的唐生师徒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以后 最终取得曾经功成正果 寿风斗战胜伏 以上就是明朝作家 吴承恩写出来的小说西游记 那你会说 那老王啊 你这样子讲 大圣也不是虚构的 那又是什么咧 我们就要先把顺序流程给讲清楚了 西游记这本小说是一本综合版本 结合了各大有趣的民间剧 以及神话甚至神明 终结而成的一部大作 借鉴引用了非常多的内容 老王一一说给你听 齐天大圣 这名字引用的就是 元代杨景贤西游记杂具 在这个杂具里面 孙悟空还有五个兄弟姐妹 大姐是离山老母 二姐是五知奇 大哥是齐天大圣 小圣是通天大圣 山地叫做耍耍山郎 只是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个杂具里面孙悟空是通天大圣 而不是齐天大圣 吴承恩是明朝1506年出生 杨景贤则是原末明初的作家 1360年左右出生 杨景贤比吴承恩更早写出了齐天大圣 跟通天大圣 这代表在西游记小说之前 早就已经有齐天大圣了 来我们继续搭着时光机往前看 接着来说孙悟空 孙悟空一词是来自悟空陆族记 在公元750年唐朝时期 有一个人名字叫做车凤朝 唐玄宗派他陆族求法 以前的道路不像现在 都必须要沿路开路 有山你就要开山 有树你就要开树 花了四年的时间才终于抵达天主 七五四年抵达以后 车凤朝生了一场重病 并且发愿如果康复他就愿意出家当和尚 最后他真的康复了 于是就拜师了 拜的人就是剑陀罗三藏法师 被赐法号为法界 后来他在天竺帮忙翻译了非常多的书籍 在公元790年回到长安 被赐名为悟空 后来有一位高僧 他名字叫元兆 元兆就访问悟空 将悟空在西域、印度的所见所闻 写成了悟空陆族记 最后悟空也被人们称为 生悟空 各位去想一下 西游记这本小说的内容 是不是就是去天竺取习经 历经一堆劫难 里面甚至还有孙悟空 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 西游记其实也是参考了悟空陆族记 这也是更多人相信的原型 目前大家知道的是 孙悟空是在唐朝出现 齐天大圣是在元朝出现 那么斗战圣佛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斗战圣佛是从古印度典籍 佛说三十五佛名李灿文 传来的 里面有一尊佛叫做斗战圣佛 传说只要礼拜 南无斗战圣佛 就可以消除傲慢所起的业障 傲慢是不是就很像孙悟空 南无斗战圣佛的身体是蓝色的 他两手捧着黄金甲 那么这本佛经的作者是谁呢 这本佛经的作者名字就叫做 释迦摩尼 是从公元前486年流传到现在的 那为什么会像是猴子的形态呢 因为古印度里面有一尊神猴 叫做哈努曼 他的身体就是蓝色的 其实很多神是从印度流传过来的 也不意外 就像是我们之前说的挪扎三太子 他还是王子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三太子的神明揭秘 那么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有人在拜齐天大圣人呢? 真正的答案 上古时期 西元前334年开始的 那时候的敏玥 也就是现在的福建 当时就已经有在拜猴神了 猴神就是一种以猴为形象的神明 就像虎爷一样 古时候的人们对自然本来就有崇拜 到后面就已经开始祭祀猴神 拜着拜着 开始把猴神拿来剧里面演 所以最后才出现了通天大圣这位神尊 西游记小说出现 才被冠名成为了齐天大圣 所以如果没有小说或者是没有这些剧 或许今天我们不会叫他大圣爷 会叫他为猴爷 所以以后有人再说 齐天大圣只是小说人物 你就可以告诉他 其实早在小说之前 就已经有人拜猴神了 只是后代的人不称为猴神 称为齐天大圣 而且你知道马来西亚也有拜齐天大圣吗 那么他们又为什么会拜齐天大圣呢 当时明朝派正合七次下西洋 一些船员因为一些主动或者是被动的原因 留在了马来西亚 马六小 新加坡等地 这些船员大多都是福建人 就把齐天大圣的崇拜也带了过去 说完了以后大家都知道 大圣也不是虚构的了 那么到底大圣也适合哪些人祭拜呢 各位都知道大圣也底下有很多的猴子猴孙 所以他专门管理解傲不逊 惹是生非 不听话的孩子 但是他的教导方式 不是很温柔就是了 据说有一个长辈 他去拜大圣也 希望自己的小孩不要飙车 结果小孩隔天出车祸了 这小孩骑车骑到一半 看到前面有香蕉皮 为了闪香蕉皮才自己摔车的 虽然伤得不重 但是他被朋友笑 从此以后他说他再也不飙车 还有如果小孩子受到惊吓 常常半夜会哭 也可以拜大圣也 很多人因此从小就认大圣也当干爹 除此之外各种疑难杂症 都能去问大圣也 有时候就算大圣也没有办法 如果有缘分 他也会去帮你想办法 就像是我们今天故事说的 他去问了上帝也公 大圣也的好或许就像是剧中的一样吧 老王最后只想说 过去猴神只是人们对于自然的崇拜 提天大圣则是人们对于想像中的崇拜 一只猴子能力这么大 可以正天和地 最后依然选择崇散 这份善心与毅力就是我们要去崇拜的精神 所以或许现在的你有一些东西想要改变 你只要相信自己能办得到 并且努力要求自己 我相信你也能取得吸睛成为斗战圣佛的 今年的故事说到这里 有想要听的题材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有另一故事也欢迎你投稿给我 投稿位置就在留言处 我是老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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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